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4月28日公布 由于李和平案涉及国家秘密 已于周二不公开审理 并披露在最后陈述时 李和平表示 其行为触犯了刑事法律 感到很后悔 并只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 有毁罪表现 依法可对其适用缓刑 不过 该条官方通告的微博 直接关闭了评论 李和平的妻子王俏领接受本台采访时称 李和平家属委托的律师 蔡英告诉本台 当天中国官方为李和平指派的律师温志胜 在国宝和警方的陪同下 到王俏领家楼下 要王俏领带孩子去天津跟李和平团聚 在被拒绝后恼羞成怒 对着拍照的709案 另一被捕律师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 挥拳直骂 记者就此致电温志胜律师 但他在得知记者身份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心灵 采访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